县政府茶气撕裂烟酒成绩 连续12年受财政部的肯定 104年度考核成绩达87.38分 名列全国第8名 被财政部评定为烟酒管理工作基优单位 用实际行动保障民众权益 确保消费者健康与食品安全 县府财政处为了确保民众身体健康 茶气撕裂烟酒不遗余力 104年度茶获撕裂酒达2000多公升 撕烟的部分也有30多万包 在财政部地方政府执行撕裂烟酒茶气绩效考核中 成绩达到87.38分 在全国22县市评比中名列第8名 茶气行动连续12年获品为基友单位 本湖为了维护烟酒交易秩序 还有消费者的安全 也一直常年来都积极在执行 撕裂酒的茶茶 也连续12年拿到受到中央的肯定 在去年也再度经过财政部 来评选为在全国22个宣市中 评类为第8名的烟酒管理工作绩效单位 在这里我也要提醒我们的民众 不要随意购买来入不明的撕裂酒 在撕裂烟酒茶气方面 财政处提醒民众不要私自酿酒 如今举报茶货 现场成品以及半成品超过100公升以上 以及贩售私酒都会处以罚还 请民众不要以身释发 那一般的话 如果每户产制的成品 自用成品还有半成品 不超过100公升的话 是免划的 但是如果产制失酒 超过100公升的话 就是要储划新台币 5到100万的划还 至于换售失酒的话 就要储划新台币 3到50万的划还 请民众不要触划 财政处提醒民众 不要购买来入不明的撕裂烟酒 为了维护县辖烟酒交易秩序 以及消费安全 县府相关单位组成烟酒茶气小组 除了定期访茶 以及辅导县辖烟酒制造业者 进口业者以及零售业者之外 也积极执行撕裂烟酒茶茶专案 以实际行动 确保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